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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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在YouTube上面有看到 有一家吊具店有自己做一支吊虾肝 可是他那部影片他测试虾肝的方式 他是一次掛两瓶矿泉水 1.2公斤的瓶子在那边甩一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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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屌耶 所以今天啊 各位啊 我就入手這支吊虾肝啦 這支虾肝我入手的時候我是買了兩千塊的 但是在我收到吊肝的時候 我就有看到他官方有寫 他這支吊肝 肝結縮口的地方有點問題啊 如果我會介意的話 你可以把肝子推回去給他 可是我就想說 我沒有那麼追求文美主義 那我們繼續開箱吧 我相信他這支肝子的塗裝啊 有些人看了應該會很喜歡啦 但是他對我來說好像有一點過度的華麗 非常接地氣的塗裝竿子嘛 他這邊也有做好這種太彩的尾塞啦 他這個長度應該是適值啦 哎唷 哎唷 頂固固捏 那等一下我們就去釣蝦場試試看說 這支肝子的表現會是如何吧 來吧 Let's go 嗨大家好我是土豆 我現在來到三重蝦樂堡釣蝦場啦 是說我剛剛本來是要去對面的陽光釣蝦場桌雕 但是我一進去的時候我發現他整間店 只有兩組客人 所以我想說我們就來他對面的蝦樂堡釣蝦場 試試看說 他這邊的超大公蝦池公蝦 對這支肝子到底有什麼表現嗎 各位我現在已經準備好釣組了啦 今天我是想說來這邊釣兩個小時的大公蝦池啊 但是他這邊兩個小時的公蝦池費用要950元耶 哎各位 這個費用已經是 我目前遇過全台灣釣蝦算是偏高的價格耶 不過今天為了各位 我們一起來用這邊的大公蝦來測試這一隻肝子好不好 那等一下我量個水深就準備開單做釣囉 那我想開兩個小時大公蝦啊 好謝謝 謝謝你 OK啊各位我先開兩個小時大公蝦池喔 兩個小時竟然要950元耶 現在掉下來費用 真的是越來越高呢 來吧 水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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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組才放下去 浮標開始跑了耶 這應該是行軍蝦才對 跑那麼快 欸中了 哎呦 果然是行軍蝦耶 勾到他的雷達班 這千萬不能硬來啊 孩子 哇好大隻喔 Johan 嗚呼呼 欸各位啊 你看這第二隻就是暫屎了耶 欸我覺得可以耶 我們才下竿3分鐘就中2隻大公蝦了 OK 来 各位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第一只的大公虾 我们现在浮标变得好沉喔 感觉这个虾子吃得很深喔 那我们直接开箱看看好了 来吧 孩子 有 好大只喔 来吧 孩子 该起来了 孩子 诶 是正吃的诶 好啦各位 是正吃的就不用客气 直接拉起来就好了 自从我们前十分钟掉了三只虾之后 现在经过四十分钟完全没有一只虾起来 哦 各位他终于放虾了 不然我们这样吃吃看的浮标那么久 完全没有训绕的感觉 有种心痛的滋味 哦 哈哈 诶 浮标被拖走了 来吧 孩子 我们一样直接开箱看看吧 有 哦哦哦哦哦哦哦 这只大只喔 这只大只 我会跳 各位啊 嘘嘘虾 哎呦 靠 这个要小心来 等一下让它跑 咖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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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 哦 手手下手手下 哇哇哇哇wei 油rah 警睿 吖哟嘟 不小心 她手就跟身体分裂了 realive 最 Mater ofOM 熟 老大 欸 浮浮要被拖走了耶 孩子 那我们直接开箱看看好了 小心喔 这个要小心来 它跳得非常的密集啊 有可能是勾到它身体 等等 诶 好像是正吃诶 孩子 我们看清楚 这真大只 哇 正吃的大公虾 它这个体型真的是不容小觑 我觉得人生中来这边体验一次 算是很值得 诶 浮高层了 有 突然开始又有很多讯号了 诶 正吃的耶 你这把拉起来 一瞬间突然不无聊了 哇 好了各位 我们已经钓完两个小时950元的大公虾池了吼 以这个量来看的话 感觉还蛮舒服的 好了各位 那我们来算一下今天有多少加量吧 来 1 2 12 我们今天钓两个小时 有12只大公虾 虽然说今天这个价格还蛮高的 但是说有这个量还有这个体验 我觉得 那我们用台经秤来秤一下 有多重 你们看一下两斤零五两 那等一下我们去把这些虾子料理料理吧 我现在身旁周围1.5公尺 完全没有任何一个人啊 拿掉口罩是我今天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啊 因为它这个掉下场里面非常的热 非常的热 尤其现在是三月底啊 三月31号 现在外面气温24度 可是我这里面体感温度 我感觉到超过30度了 好热 然后重点是它旁边都有这种大电扇 可是它上面写请勿移动 所以我坐这个位置也是拿它没辙的 好不好 那我们开动吧 咸酥大公虾 大公虾好吃的地方就是 它的这个虾脑 满满满的虾糕 满满的虾糕 哇 哇 哇 这虾头 吊大公虾 最大的乐趣就是把它料理掉啊 稍等一會 這個蝦子在炸的時候 他們有把它被切開了 這樣子炸起來 它的肉會炸得更透 這時候我再沾一下這種 它的佐料 我們再來找一隻體型很肥的公蝦 對各位 都忘記我們剛剛還有烤大公蝦 這個蝦頭用烤真的是 味道非常的夠勁 我們直接先吃吃看 鹽烤大蝦 各位我覺得它好像 需要來一點海鮮好朋友 哇沙比醬油 哇沙比醬油 我們再撥一隻體型優良的大公蝦 你看它 它這批大公蝦每隻都肥跟什麼一樣 來吧 我們先沾一點的哇沙比醬油 這簡直是絕配啊 還有別忘了 我們還有點炒麵呢 它這個肉絲炒麵一份80元 但是它裡面有炒肉絲高麗菜 還有小白菜 我覺得有炒菜的話 對於我們這種外食族 有非常大的幫助 來吃吃看 它剛剛這個代工的鹽酥蝦 讓我非常的驚艷 可是吃到這個炒麵 我覺得這個麵 我等等應該要打包回去 我回家自己再調理一下味道 不然吃起來真的是 那我們就把眼前這些蝦子 好好的吃掉吧 給你們看一下 它這個蝦子是其實是非常的油膩 因為它這些蝦子是用大油鍋 直接下去炸的 所以它吃起來也算很好吃 但是 其實它是很邪惡的食物 尤其它今天的蝦子蝦膏非常的濃厚 它就是要用這種大熱油鍋 才可以炸出這麼好吃的蝦子 我們挖一匙蝦子的佐料 一起入口 這樣吃起來好罪惡 好爽喔 用一份美好的鹹酥蝦 敬你們 至於今天我們來開箱這隻蝦子 它的蝦子整體來說 2000元我覺得算是 有符合市價的水準 可是各位你們想要買第一隻蝦子的話 你們不妨可以到釣具店 找找各種工廠製作出來釣竿啊 不然說你拿2000塊去釣具行挑選的話 你可以挑到非常多好竿子 好不好 那就用這一隻美好的鹽酥蝦 跟各位說聲再見了 感覺真舒服啊 那如果各位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喔 掰掰